你想要喝甜甜的东西 你想喝甜甜的东西 受困61小时获救 8岁女童林肃琴 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最想喝的就是苏勒斌 远方10号表示 林肃琴小妹妹 已经能吃稀饭和面包 也能喝果汁 恢复状况相当良好 明信小妹妹早上 她主要是右手掌 那些目前循环 她只是煮出一点疼痛 循环都可以 早上有吃一些稀饭跟面包 所以目前的情况 也偏向稳定 医生表示 林小妹妹 目前食育和食量都不错 不过尽量 还是以有营养的食物为主 另外她的恒文肌溶解症 也在逐步改善当中 护理人员和社工人员 将会进一步 从旁协助辅导 另外受困52小时 被救出的生还者曹瑋琳 也传出好消息 她一开始来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对 这个是怕神经 跟血管都怕压迫太久 不过经过减压过后 血管它比较好 她现在比较可以感觉到 她会疼痛 而且我摸她的手 她有感觉 曹瑋琳在地震中 痛失丈夫和爱子 孤身一人活了下来 今天她终于面露微笑 向医护人员道谢 说自己的右手 已经有知觉了 现在目前 曹信妇人的手 经过筋膜减压之后 现在目前的循环 比较好一点 那恒文肌溶解症的表现 也比较改善当中 所以现在目前还在 持续观察 远方表示 曹瑋琳右手手肘 表面皮肤坏死 信号已经控制住 并没有持续扩散 手部也慢慢恢复知觉 另外左大腿 因为长时间侧握 压迫时间较长 有点肿胀 还需要持续观察 记者王岳芳 陈古明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